歡迎來到這個...都不知道是星期還是什麼的 最新一集的這個American Pie 大家好,我是曼記 大家好,我是Evan 今天你看到這幅圖... 沒有了阿添,即是我們不是說劇集 我們是說漫話 A批說漫話,多數都是我們兩個的 其實這個DCE 之前也曾經介紹過的 但是那時候應該只是出了Unculables 以及主線第一部 即是現在大家在畫面...我放了四幅圖 主線最左邊的主軸 Hope at World's End是還沒出完的 Death Planet好像還沒出完 還沒出了一兩回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整部故事都結束了 我們就總結一下這個... 我們看起來大家都喜歡 上次我們說的時候我們大致上都喜歡這個故事 Evan和他的銷售量非常驚人 驚人嗎? 驚人 我們上次直接說他只是輸給那些紀念刊 即是那些一千期、二撥等等 那他大體上的故事就上集 總之就是...如果現在大家看了這個... 或者重看這個Just A Lead 就可能會更加...有印象 就是...總之就是... 他把那個... 把那個... Anti Life Equation 注入了這個... Cyborg 然後呢... 他一落到... 即是... 將它由天啟星送回地球 即是這些... 可能在上一集... 大家已經遺忘了Just A Lead的一些故事 現在再聽聽就會比較容易的記得 來到地球之後呢... 因為Cyborg是... 很容易隨時的... 連結整個地球的... Digital的世界嘛 所以就將那個... Anti Life Equation 就透過這個... 互聯網啊... 或者是社交媒體呢... 就傳送到... 去... 各個人的... 身體裡面 他很有趣的 雖然... 你說故不要博故啦 為什麼可以Digital 又融入到他的血啊 然後就將那個Anti Life Equation 注入了在一些人裡 然後就開始咬人啦 簡單來說 就好像上次Ivan這樣說 就是... 其實就是Marvel Zombie的... DC版啦 其實他的開場呢... 就跟Marvel Zombie一樣的... Marvel Zombie的開場就是... 哨兵呢... 在那個... 天空上掉下來嘛 嗯 然後就咬到... 全部英雄都變成啦 那這裡就是Cyborg的意思 而他的... 病毒就混合了一些魔法 因為那個Anti Life Equation 你當是魔法先啦 那所以他就透過一些螢幕呢... 只要你看電視看手機呢... 你就會中招的啦 都有一些國王遊戲的feel 我自己覺得 是啊... 那...所以... 很古怪的 就是看起來是不太明白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之後又變成... 你可以咬他 然後那些血液又可以... 或者... 就是你傷害到對方啦 其實就是隱蔽了之後 你個人... 怎樣感染了全世界這樣 那這一部作品就有分幾部份啦 那... 主編... 或者是個編劇就是Tom Taylor啦 主編呢... 其實這個... 作品... 五期和七期...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叫誰做主筆啦... 那另外... 我們今天會說的這兩部... 叫做埋美的作品... 分別就由三至四個主要的主筆來做... 就是主編的這樣...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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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就說了... 這個... 第一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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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起通知... 那很特別的... 就是... 第一季的一至四期... 就是一個連貫的故事呀... 而... 第四期至... 到第五期... 中間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 那個... 那... 那... 那個十幾期... 事件它ται阿 Champion海 AP的agog есте OTG 哪... 總共好像是十五期 很多的 我們一會兒可能都可以講一點 不過其實上次也有講到閃電俠的故事 閃電俠那段是第三期 對 那個是寫得最好的一個連結之一 主要是Max Mercury犧牲了自己的那段 沒錯 這個劇情 其實很簡單地再細節一下那個故事 對 地球很糟糕 最後就唯有要遷移 離開這個地球 方舟計劃 對 上了這個方舟計劃 大部分人都離開了 三大巨頭呢 Batman一早就死了 一早就已經自殺了 你當是死了 Superman 他厲害 你真的不能讓他死 唯有叫他繼續在太陽上 好像在吸收 吞噬太陽的能量 去限制他那個 可能是殺菌 你當是一種殺菌的概念 而WW他依然是 他都舊了東西 依然都留在地球上 而JL的其他人 登陰是一早就死了 Hell Jordan一早就死了 反而是Green Canary Canary是繼承了那隻戒指 噢 現在變成Green Canary 他叫做Green Canary 他在書 他是Black Canary 然後拿了戒指 對 對 另外 Cyborg 其實他是始作俑者 但他是在地球上被身手易處 在五年之後 Death Planet的故事 他也是重點 然後還有Aquaman 都是舊了東西 整個JL舊了東西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他設計的那個 毀滅的規模 是很大 好像剛才Ivan這樣說 我們需要跳過去 在港五年之後 其實之前就有 Hope at World's End 那你聽過故事都知道 其實他是在這裡 寫藥干不同的其他角色 然後去令到這個世界 保持著一種希望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John Constantin 嗯 你說吧 John Constantin 其實我們那時候看的 有一個一期完的good day to die 是啊 good day to die 我們也說過 他和一群英雄 南甲松 Buster Go 打算用時光機 好像叮噹那樣 拯救地球 但最後因為有些契弟 阻礙著他 所以犧牲了一群 的time master 類的英雄 那麼 Constantin 本身他也很氣餒 打算放棄自己 就去了一間酒吧那裡 那時間一跳 就跳了五年後 所以 就 就 那些人 那些人 都要找回 Constantin 跟他說 你放棄救了 就是你退救了 要回來幫拖 那就是 在這個時間線裡面 Constantin就回到地球裡的 獨禽女的那個 你當是花園 就是人類最後的花園 植物寶女 是的 植物寶女 那同時 因為他們都收到 Cyborg的訊息 那麼 Superman的兒子 和 P4的兒子 這兩個Super Sun 其實在五年後都長大了 他們加上這個Wonder Girl 就成為了新的三巨頭 就決定要帶領那群英雄 回去地球看看到底什麼 什麼鳥子 是的 那到地球之後 首先就馬上出現的 就是Aero 一直都 一直都被人看小的Aero 因為上一集我們有說到 Batman人人都檢查 是不能檢查你的 沒有檢查你的 那一到地球之後 就找到 Cyborg 但是 W 就原來 已經喪屍化了 就馬上重傷了Aero 之後有很多 諸如此類的 衝突 因為有很多 其實這個作品 是幾乎包覽了大部分 DC最著名的角色 都在那裡 所以如果想看大堆頭的話 你當是一套台慶的表演 所有人都出來了 然後 但是我想說 很少台慶是不家產的 那這些就是突破 我也想看TV有一集台慶的播 不家產 還有她是有希望的 最後她也解決了這件事 也是 還有一種傳承的感覺 然後 因為她有幾條線 譬如剛剛 Constantin 她除了去拯救人 她也會上到太空找 新神族裡面 那邊有個 她有一個 坐著椅子 就說那張椅子 是全知全能之旅 她就去找了那個角色 希望透過她的神能 去幫她們解答問題 是的 因為她要知道 其實Cyber知道解約在她身上 但是不知道在她哪個位置身上 所以就要借她張椅子 是的 於是 那個叫密特龍 那個新神族叫密特龍 是DC宇宙裡面 被譽為是十個最聰明的角色之一 是的 先聽著 是的 然後她知道了 原來其實是這樣的 於是 Cyber知道在她體內的哪裡 於是就抽取了那些疫苗 開始在地球上大量製造 與此同時 其實還有一條線 就是Constantin在那個故事裡面 他同時間 他撻了很多東西 譬如撻了這個 矛 撻了上刀夫人的水晶球 撻了毛斯的拳杖 還有一個叫藍柳人的衣服 其實她到最後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原來 一個叫Trigon的三公魔 如果有看劇 應該是 Titan Titan 如果是Titan 你們可能就會知道 誰是Trigon 那她也是一隻超強的魔 你看到她頭上有兩隻角 有點像美鋸角的Hellboy 嗯 那她來到 其實原來她有這四樣東西 目的又是為了要去拯救地球 那我覺得 Constantin這個角色其實寫得挺好的 在這個作品裡面 是啊 其實因為在第一期 就是Tat Planet的第一期 她的龐白已經說 Constantin她由此到終 都是一個犧牲別人 然後完成目的的人 然後去到我們Tat Planet的最後那兩期 她竟然為了地球而犧牲自己 那一刻其實是挺令人驚訝 還有那個犧牲是挺感動的 是啊 看的過程 你就想 最初她又Tat這個 又Tat那 她究竟為了什麼 因為那件事和疫苗是沒有關係的 和喪屍化那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那她一直拿不同的東西 其實原來到最後就是為了打Trigon 最初其實還想著 其實Trigon是贏她的 原來她到最後真的完全犧牲了自己 令到自己可以靈魂化 才可以入侵到Trigon的體內 去控制Trigon 然後可以解決到這件事 這段我看的時候 很有殺道行者結局 阿信打阿凱撒的那條條 因為又是阿信打打打打打打 我盡地一波我都死 死了之後就靠我無難的能力 ジャ imped以進咖哒的身體 再然後跟她進去靈魂入侵 這樣我自己覺得這個感覺有比較像 我想這種招款未必是有很新鮮 比如你蜀猛烈ht everlasting 還是承拓魔王 從小就 sagen 不過她還是用靈魂的概念 那就是要死了牺牲 才可以實現這個計劃 你會看到oint melting 這個角色的整個轉變都很大的 之前いつitus 她都只躲在魔法界裡的你 那個酒吧裡面,我避世的了,你不要搞我了 含求產就含求產,反正那些人都進不來我這裡的 那都沒有所謂了,到最後是由他去救世 不是三巨頭,跟三巨頭沒有關係的 三巨頭是負責做一些契弟做的工作的 去搞疫苗,去打一些雀仔 或者其他反派,諸如此類 或者是,你想想他連阿姆索都不完全是三巨頭打光的 他到最後都是控制了一部電腦,解決到而已 都有幫忙的 是啊,但是整個package令到你 如果平時少看一些非三巨頭 或者JL六大角色的一些作品的話 這一套你去看,他既難投入 但是他令到你很容易,或者是更加認識到DC的世界 是的 五年後這個Death Planet的故事,你怎麼看呢? 如果我們用這一輯來做作 只是說這一輯,不說,Hope at Wells Andrew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首先這個故事很感動 第二件事就是對它插畫很感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你有看Marco Zombie的話 他總共出了五個季節 但其實這個故事是懸吞到的 是的,而這個Decis呢 他是很完整地 五期加七期 其實你可看可不看 就很完整地回合了這個故事 他沒有再九尾續丟 其實他後面沒有再留點尾 等你再引你去古第三季 或者再引你去買其他東西 這個對Decis來說,我是很驚喜 很感恩 我最初以為他這個是為了牽引去下一代 因為你舊三巨頭 就是Bruce Rain Clark Kent 他們全部都 WW都 收了皮 另外他們的兒子 都長大了 我最初以為是整個企劃 但是Decis也是沒有這樣的宏願 所以我到最後有這種失望 他沒有成為正史的一部分 我都覺得他應該不當正史的 不當,絕對不當 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會可惜這部分 但是我會覺得整個故事 因為我一直看 其實有些人我真的不認識 所以我會特意上網解釋 原來這個就是這個 其實有很多都是一些主線作品裡面的配角 你又會很想知道他多一點 他會擴充你對Decis宇宙的認識 其實 因為全家屬來講 是Tom Taylor的拿手好戲 這套Decis已經是他玩Decis第三次的全家屬 第一次就是Injustice 我們也說過 第二次就是Liu52的Earth 2 我自己也有追開 而最慘的是什麼呢 Injustice太好賣了 結果寫極都不完 這個Liu52也因為太長的連載 寫寫下又要轉編劇 所以也沒有一個好的End給了他 而這個Decis 他能夠這樣兩季完結 很完整很圓滿 所以我這個都真的要多謝Decis 這部作品整體來講寫得好 尤其是Tom Taylor 因為這部作品可以任死人 是 誰死都可以 是 所以他可以寫得緊湊 或者令人去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譬如 我最初以為 Superman是會堆壞他爸爸的 I mean Clark Kent會堆壞Jonathan 就是Jonathan Senior 如果另外那個叫Jonathan Junior的話 我以為會堆壞他 因為Jonathan他都感染了 然後Clark來到之後 打開地牢 打破了鎖 然後見到他爸爸 喪屍化 然後一下子叫他 即是推翻他 迫他進去地窖 然後打開他 我以為他五年之後會死 因為他跟他媽媽 即是跟Martha說 沒有了 已經 爸爸已經不在了 即是類似這樣 你想想如果能夠 Clark Kent親手手印這個 手印這個Jonathan 是多麼大衝擊 很刺激我 你這樣安排的 是啊 但是沒有 即是他沒有這樣做到 他到最後其實 都留了一手 就是到最後 爺爺是 可以被疫苗救回來 我覺得唯獨這裡 是有少少不夠狠 反正是沒有所謂 我覺得是這樣 但譬如Alfred 就是管家 其實他就是殺 Bruce Ring 還有另外 Night Ring 應該是 他開槍殺他 連羅恩 他在Bad Cave裡殺他 所以他才拿一部戰機 去找Damion 我覺得那一幕是OK的 那一幕是OK的 另外就是 Hardley Queen殺 Joker 他沒有特意畫出來 但是他說 我已經 要跟你分手了 接著就是拍著 Joker 已經是 喪屍化了 好像有畫到 還是沒有畫到 就是親手對 總之紅了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是Tom Taylor 在這個作品裡面 可以寫得好的地方 可惜的就是 每一下都 真的要濃縮得很重要 變相就是 情感 差點 有些很快就完了 唯獨是到 Damion知道 Bruce Ring死了 然後Jonathan 走去問他 你怎麼樣 然後Damion跟他說 你不要跟我說話 他就說 OK 我不說了 那我坐在這裡陪你 我覺得 反而這裡寫得很好 而且他怎樣繼承 篇褲子的衣服 都是一件 說他父子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主線來說 這個位置寫得很好 如果你說全城 其實雙子兩個都寫得好 Damion和Jonathan 兩個怎樣去繼承 蝙蝠俠和超人 這個安排 都尚算寫得好 而且都寫到 他們兩個的友誼 怎樣互相扶持 到了Death Planet的時候 他們已經成為了 地球最有希望 那種感覺都給到我們 是的 而且後段好笑的事情 就是做到第二步 說到Death Planet 好笑的事情相對少一些 比較嚴肅和緊要一些 就是緊張一些 因為第一步比較多 好笑的位置 就是吐槽一下 或者搞搞笑的 我們上一集都有說的 但是第二步就少一些 五年之後 第二步就沒有了 他要在七期裡面 解決整個危機 其實都很緊湊 是的 還有 豐富 我自己覺得可以 到最後 當然 你如果看得多 美慢的聽眾 可能都知道 其實 到真的 要做解決那件事 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譬如 五年之後 原來那間工廠還在運動 你是很荒謬的 理論上很荒謬的 都沒有人 你一百萬人移居了 離開了地球 只剩下一些喪屍 但是五年之後 你回來那間工廠還在運動 本身都是有幾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 當事情要發生 他就可以 疫苗就很快 運輸得到 然後就好像是Wally West 是的 還有一個閃電小指在那裡 是的 那就由他去幫忙注射 有我在那裡 當然是注射得很快 因為他走過去就趴了針 我覺得唯一有一個位置 講到幾set的 就是我看的時候幾set的 就是 原來這條 Anti-Life Equation 是可以被拯救的 是的 所以之前的所有殺生 其實都是 沒有必要的 是的 沒有必要的 是按鈎的 我覺得 對於故事來說 對於角色來說 很軟式 但是我覺得這樣 留條線 給自己其實又 好像 有些太無謂 因為五年之後 已經不能再悔救 嗯 與此同時 就是他也不太單一 因為他在澳洲 寶女那邊 Pengui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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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用阿姆索 這一隊生化兵團 去毀滅 殺了所有 喪屍化的人 而JL 即新的三大巨頭 他們由宇宙回來 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疫苗 就是要救全世界的人 這個就是一個時間的競賽 結果他們在這裡 多了一個 戰鬥的場面 但是也沒有很轟烈 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 他講到設定 是一個 AVL 不是 一個Mozor 已經可以足夠 同一隊JL 打的了 但是他已經有100個 Mozor 但是 沒有太強烈的戰鬥畫面 這個是我有一點點失望的 在這個 第五年後的 這個Death Planet裡面 因為他戰鬥的場面 留了給 Constantin和 Trigong 石抽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不是說 如果那裡打得太少 因為很快又KO了 還要是 一個人對幾個Mozor 如果我看那些 就是看回這本書 但是 而到最後 當然就是因為 封閉了 AVL的電腦 令到整隊人 本身就是 拒絕了 這樣 是 很多荷里活片 都是這樣的 你看機械哥斯拉 都是 臨會走到 Panel那裡 就打散了 其實只要 去到元朗 認識到 大傻就沒事了 沒有人有錯 所以 Death Planet 我自己覺得 好像你說的 真的是全明星 你又可以看他們 一起混雜 一起 陷糕 而且 人物的情 寫得很厲害 暫時有些緊湊的戰鬥 或者緊張的場面給你 在一個 娛樂角度來說 是一個 令你很滿足 和很豐富的一套 漫畫 這個 這套真的豐富 所以 整個結構都完整 再加上 我們剛才說 另外15期的 Hopes at World's End 2 都是 若干 都令你 看得愉快 所以 它就補完 在每一段時間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有些什麼 角色 或者在主線 會出現的 一些角色 在地球上的內容 主要的主編 有幾個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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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個 主要有5個 我比較喜歡的是 一個叫做 Renito Groudis的畫 我覺得它畫出來的畫 是適合我口味的 是 它的畫是特別適合我口味 可能我比較喜歡劇畫風 那它那些 就比較劇畫一些 就是可能 撇線會撇得比較重一些 那我自己會比較喜歡一些 這個 這個 Hopes at World's End 主要就是 補完 這個第四期至第五期中間 好像阿曼記所說 因為它第一步只有五期 它有很多東西 濃縮了 那我們看第五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火星叔 突然間變了一隻喪屍 去侵襲 這班JL 因為火星叔 本身是JL的隊員 前面就因為沒有蝙蝠去交代 那個特集是怎樣發生的 某程度上這個 其實就是補完四至五期中間 原來還有什麼英雄死了 原來還有什麼英雄感染了 所以就引致到第一季的結局 說要搞方舟出來走路 還有如果硬要說 就是Hopes of World's End 就是一條 就是Black Adam那邊的線 是 因為 因為Black Adam 那段是 我自己以為會寫得很好看的一條線 那我就因為看完 The Fresh的那條線 那個故事就覺得 哇 真的寫得很好 然後他下一期就已經說Black Adam 就說Black Adam 就被大臣勸他 皇上你要微服出巡 看看那些子民怎樣怎樣 所以Black Adam就變回普通人 就去微服出巡 誰知道剛好那個市民 就變了喪屍 就咬咎了他 所以 那麼強大的Black Adam 都變了喪屍 那裡還不脫腹追 誰知道就變成了喪屍大軍 去侵襲一個天空之城的 一個漫長的進程 是啊 所以中間這十幾期 就主要有這條主線 也不是省道說 你完全一期一期 各個不同的 但他都勉強有條主線 但是有若干 都是可以抽空 比如剛才說第三期的Fresh 即是Fresh那一篇 Super Dog舊人那一篇 即是波波偵探 出來那一篇 都是可以獨立看的 之後你看回後面 為什麼Super Dog五年之後 又可以跟Jonathan見面 這裏也有說他為什麼 也有說為什麼 動物沒事 也挺大人類中心主義 反生命方程式 原來不當任何動物是生命 是的 很多荷里胡片都說 喪屍病毒 動物是沒事的 是的 我自己本身是以為 這個結合是雜雜清的 特別是看Super Dog和Fresh 然後看完第四期之後 你跟我說 不是嗎?有主線那麼划算? 那條主線還要 老鏈那麼長 哇 他們打了很多旗 那裏 都長的 譬如我剪輯了一些項目 其實一開始就說 第二期就說 Black Adam和Superman相遇 然後就說 其實 兩個都這麼強的 強者之間 究竟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主要就是對人的態度 就是強權對 有憐憫的超人 第四期就是說 Black Adam的大軍殺到 然後第五、六 第六、七期就是 一場叫做 若頓海武之戰 是的 那都是 打到 糟糕 Hawkman最慘 來到不久 就立刻被喪屍化 他主要的職務 都是被人打的 這個人真的衝出來 衝出來擲 他跟他的女兒 也是衝出來擲 不過他差一點 然後到最後 為什麼地球的人 到最後都可以 被守護得到呢 這裡都說了一個 叫做 感動的故事 就是 其實Black Adam有一個計劃的 就是把那些喪屍 透過夜拍的傳送門 全部送進去 然後 把他們全部混在 暗黑的世界裡面 這樣 那地球的人 才勉強可以 守住自己兩個 包括在澳洲 還有在 Gotham City Pryson Ivy 那個 植物堡壘的 存活 如果不是的話 理論上 被人這樣打 應該是 頂不了五年的 應該是 但其實他也在說 他這五地球人 究竟在這個時間 究竟是怎樣 存活 是的 他主要是說 因為The Fresh 有個契弟的奸角 叫做摩托手 不知為什麼 他一吹消 那些喪屍就會追著他來咬 那 Less Lufos 就想了一條 就是說 可以了 你吹消 然後就引那幫人進去 但其實這個計劃本身就要犧牲 開傳送門 和 吹笛那個人 是 但最後他又是快樂的 對 我以為他們派便當 誰知道他又不用 對 還可以出來 跟自己的夥伴 吹笛 所以那段的埋味 我覺得是有點可憐的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政治正確的問題 因為 摩托手是雞 是雞 然後 有一個叫信閃的角色 人秀交 他的夥伴是跨性別人士 是 那如果他兩個死了的話 就是要特別針對這種性取向的兩種人 很正確 我不確定是否這樣 但如果他們兩個沒事 其實救世就是靠這些人 就是靠LGBTQ 是 不確定是否這樣 但結果是這樣 我的解讀可能 如果你問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令故事沉重一點的話 我唯一的解讀就是這樣 是的 還有在過程中交代 所以這就是DCE的故事 我知道你是不是買了其中一本 因為之前已經出了正章和賣不可憐的合定本 我現在買了Season 2、Season 1和Unculable Wales End本身打算買的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太沉太強 出了什麼合定本? 好像還沒出什麼 應該還沒出合定本 但我只是說我看完我覺得太長太沉 我就應該不買合定本了 應該 是的 而且不看其實也不會很影響那個觀感 是的 我其實挺喜歡 就是Hope at World's End這個故事 其實 是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 這個故事幾乎脫離了主線 我覺得如果沒有了這個故事 如果我連Unculable都買的話 那我沒理由不買 Hope at World's End 我自己覺得 Unculable的重要性都高的 呃 高啊 我不是很 因為我這次錄音我沒有重看Unculable 但是我覺得如果買得Unculable 那我就 我就會買賣 我就會買賣Hope at World's End 因為我們 因為它的故事完整的 是的 而且它 既然想存放的話 這一套就值得存放了 是的 它《不死者》的故事 我們上次都說了 說很難感動的嘛 他們怎樣由一群 Superbillion去照顧小朋友 然後建立到情感那段戲 以及《死亡兩父女》那段戲 也是很感動的 那這個 《Hope at World's End》 我只是覺得 《閃連合》那段 是寫得特別出色 而它那條所謂 Black Elton的主線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的 是的 如果你說 儲存一套來看的話 都是很好的 那我自己就 再想想一下 反正它也沒有 Amazon也沒有得賣 是的 它也沒有 是的 所以我們都 推薦這個故事給大家 留意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 其實其中三本 好像剛才的Ivan所說 其中三本 已經出了合定本 《Hard Cover》 都很漂亮的 而且它 好像之前所說 它那個 揭的方法 是會比較容易 即使是《Hard Cover》 都不會很容易揭爛 你本書的設計 所以拿來收藏也是很方便的 是的 賣到瘋了 因為這本書真的 合理 因為沒有包袱 老實說 一來 它 好像之前做一些研究 說 其實這一類 雖然它不是 Graphic Novels 它不是原本 就是一本 但是這一類 這樣 不需要有 後續的作品 是比較容易吸引到 所以沒有人去買 因為你好像你說的 大哥有台慶 我又沒有包袱 又有官能刺激 所以在很多 老讀者 或者新讀者 都很容易入手 是的 經常都有人問 喂 美漫怎麼入手 不知道 你不是隨便買 要不就買這些台慶書 要不就是隨便選一個 你喜歡的角色買 這個就是基本上的看法 也是Jerome說的 講法 就是Clark Comics的老闆說的 就是你不需要想的了 總之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隨便選一期 Volume 1 就是Volume 1 來買了才試試看 是的 台慶書 你總有一 你總有三分一人以上 你就認識的 所以不用擔心 Marvel Zombie 也出了新的一季 你有沒有看到 你是不是在說 那本什麼Rexecutes 它簡直好像是叫 Marvel Zombie 2 我的名字 我不是很記得 我納過下一期的 是比較近年的畫風 因為Marvel Zombie 動廢 N年前就說過一次 那個畫風是90年代初期的畫風 我最新看的那本Marvel Zombie 它是用2020年代的畫風去畫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說的那本 我之前買了三期的 OK 都是叫Marvel Zombie 但是它有一個下名的 我忘記了 R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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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你知道這書買了 不是馬上看的 是的 其實已經三四個月了 都放在房間裡 我連《Joker War》都還沒看完 OK 那是那本 應該是 因為是去年八、九月買的 是的 是的 我還沒看 我買了 我覺得很棒 讓我揭回來看看 是啊 因為 舊的那本Marvel Zombie 畫風太舊了 不是 它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那時候也破格 是的 但是我覺得太舊了 如果想吃一些 近年代新一些的畫風 就可以看新的那本Marvel Zombie 還有它跟舊的那季 是沒有聯動的 我回去拍照 拍那幾期書放在群組裡 讓大家都看一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是的 因為舊的那套Marvel Zombie 出到第五季 就完結了它的循環 現在再新的就是一個 完全新的故事 這樣 不行的 這些東西 循環到這麼長 一定會爛 爛硬的 是啊 爛硬的 不會好看 所以反而 你兩年之內 收穫了這個故事 那就最好 是的 我們有機會看完 那個Marvel Zombie 新的季 我們又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 好 今集說到這裡 下次我們會有另外一個 短系列跟大家聊一下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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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h